胡歌 南方车站的聚会 老婆 上京跟我老婆 要死 我往行李 不看你电影 什么 美丽的所落河 我为你歌唱 你的光荣的感受 还没有播通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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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歌你好 我是电影频道的主持蓝宇 此时此刻是我们的2020 我们电影频道新年直播 蓝宇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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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还有在坐在我们直播间的 还有著名的影频人 谭飞老师打个招呼 胡歌你好 你好 你好 新年快乐 要不要对着我们的镜头 也向所有的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 打个招呼 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胡歌 今天非常的抱歉 因为有一些突发的状况 所以我没有办法来到现场 那就在电话里给大家送上一份我的新年祝福 那其实今天要送给你2020年的第一份新年的礼物 就是我们的2019年度电影频道安榜的最具突破男演员 收获这样的荣誉有什么样的话和大家分享 真的非常感谢 因为虽然我做演员已经有十几年了 但是真正的踏入电影圈还是这两年的事情 所以我特别要感谢我的电影的引路人 因为他们对我的信任 所以才能够让我刚刚进入电影圈 就有这么好的机会 然后我也特别感谢一直以来默默支持我的观众 他们给了我极大的耐心 因为之前有好多朋友说 你赶紧拍电影吧 你赶紧拍电影吧 但是一直到这两年我才真正有了 属于自己的作品呈现给大家 前段时间去跑路演的时候 我在现场也感受到了许多的观众 包括粉丝 他们对我的支持和关心 所以真的很感谢 然后也感谢你们 感谢CCTV6给我这份荣誉和鼓励 谢谢大家 祝贺祝贺胡哥 其实这份荣誉是来自百位专业的影评人和专家来评选而出的 也包括我们谭飞老师也是其中的一票 今天既然有这样的机会 我想谭飞老师也可以通过这个连线的方式 也谈一谈胡哥在南方车站的聚会当中的表演 您能不能简单的点评一下 我觉得其实胡哥是把你自己的一个人的演技 托付在了整个片子成功的一个大的基础上 所以我发现其实立得非常牢 因为你饰演一个逃亡的人 其实这样的人他是很难有生活的体验 就是作为一个演员 很难去找到这个人物非常准确的定位 但是我确实看得出你在准备期的充分 以及你在理解这个人物的时候 分析的透彻 包括他变化的 他的心态 他的眼神 他的这种坚毅感 他的中间的略微的慌张 甚至他吃面的时候的 你说的是不是吃了几顿 而是吃了几天 我认为作为一个演员 其实这就是真正的表演 这就是真正的热爱表演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作为观众也罢 作为影评人也罢 能更早地看到胡歌的下一个作品 谢谢谭老师 谢谢 谢谢谭老师 刚才您说到的那两碗面的不同的表现 我建议您再跟胡歌说一说 对 就是第一碗面当然吃得很快 因为很饿 第二碗面是吃得史上最漫长的一碗 有很多的思绪 因为人在即将面对死亡或者最终结局的时候 他总是有很多哲学层面和现实一层面的思考或者反应 我觉得我可能都看到了这个信息量 这个信息量非常准确的通过荧幕传递给受众 这是我的一个细节的看法 怎么样 胡歌听到这样的专业的观众的评价 有什么样的心情 谭老师过于了 其实我在整个拍摄的过程中 我也是一直在学习和摸索 的确就是以前拍电视剧比较多 这一次在南方车站的聚会 这样的一部艺术片当中 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其实导演是给了我很多的帮助的 从前期的准备到走进角色 到在现场拍摄的整个过程 对我来说其实都是一次从零开始的 这样的一种体验 其实那场戏我在看剧本的时候 我就已经把它画成重点了 因为我知道对于周作龙这个人物来说 这场吃面的戏是非常重要的 那是他在死亡逼近的前一时刻 前一个时刻 其实是能够看到他真正的内心的 脆弱的一面 因为之前可能他在整个过程中 他大部分的时候表现的还是比较淡定的 但是当死亡真正逼近的时候 人会本能的会产生一种对死亡的恐惧 对生命的留恋 所以那碗面他吃的非常艰难 的确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也经历了一些困难 因为那场戏其实除了吃面以外 还有前面的这个街景 所以我们可能拍了有两三天的时间 两三天的时间 对对对 所以就也吃了比较多 是用自己的生命在吃面 对对对 最终好像他们统计了一下 我那几天加起来总共吃了二十九碗 二十九碗呢 嗯 其实就是我们能够通过这些细节感受到 胡哥对于一个角色的这种精教系组 这种工匠精神 其实刚才胡哥也说到了 以前大家可能更多的通过影视剧了解胡哥 而这部电影呢 也让大家看到了胡哥有新的身份 那就是一位电影人了 是 所以在电影方面 谭老师您觉得对于胡哥有什么样的期待 其实刚才胡哥提到一个词 我觉得特别好叫耐心 嗯 首先他说了 我感谢我的粉丝们在耐心等待我的电影 耐心等待 可能我觉得对胡哥来说 他的未来其实还是需要耐心 就是找到一个好作品真的不容易 可能很多时候并不是量特别重要 一步是一步最重要 当然我还有一个小小愿望 我自己也有个节目也希望胡哥老师 有没有空到我那做做客 我相信尤老师也邀请过你了 谢谢谢谢 谭老师 借着我们的机会也进行邀约 一定要做客 能够听到谭老师 谭老师这样的犀利的影评人 能够具有这么高度的评价 我相信胡哥也是内心非常的高兴 那其实今天是2020年的第一天 那在2019年有很多的收获 其实在年末 岁末年初我们都会总结过去一年的一些成绩 所以胡哥如果说让你总结一下2019年的话 你会用什么样的关键词或者怎么样去形容呢 说实话 2019年是对我来说是挺难的一年 我觉得我人生中有一件非常大的事就是离别 所以我很难跟2019年告别 因为我非常舍不得这一年 但是我想这就是人生吧 人生就是无常的 所以我会把这层留恋我会一直带着 把对2019年的留恋 把对过往的留恋 把它带进2020年 人生就是要不停的面临离别 其实在这样的时刻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心情 刚才胡哥也讲到了很留恋和不舍2019年 我们也希望一切不好的情绪都能够过去 我们也希望2020年用更好的状态来回 2020年能够以更好的状态来迎接自己新的生活和新的工作 当然更重要的是谭老师说的要有耐心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胡哥的影迷的朋友们 也都能够有耐心去等待胡哥更多的精彩的绽放 那2020年要不要对我们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 送上新年的祝福 我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都能够平安 都能够快乐 我觉得任何事情都不会比平安和快乐来的更重要 好 谢谢 谢谢虎哥 我们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的 也希望未来能够以更多的好的角色和更好的电影和大家见面 我们也希望在电影频道能更多的看到胡哥的身影 好不好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谭飞老师 好 谢谢 谢谢虎哥 好 虎哥再见 等待你的好消息 等待你的好消息 等待着看你和谭飞老师的新节目 好 谢谢 谢谢虎哥再见 谢谢嘛 谢谢